在Adobe P-Meepro 第二件事我会做的就是设置我自己的快捷键 因为我们用电脑都是键盘鼠标一起用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在键盘按一按就给我们鼠标按一按 来得快来得方便的 所以P-Meepro 它有它的快捷键 这个快捷键好用 但是并不是那么完美 所以我自己设置我的快捷键 全部在左边这里按一下就搞定那种 我显示一下给大家看怎样做和我的快捷键 首先我们说要播放的 我们按一按这里就播放 要停的按一按就停 我用键盘也是按一按空键它就播放 按一按空键它就停了 又比如如果我需要导出这部分 由这里到结束这里的 如果我是不用键盘的 我用鼠标我会 首先按这里 接着会放大 那我确认了这里的 这一针 这个入点 接着按这个标记入点 然后再要 缩出来 再按这里 结束这里 又要放大 所以要按这里 肯定这一点 按这个标记出点 那变成时间长 还有有时你按得未必那么准的 那可能有些不是那么好 那如果我们是用键盘的 会很快 那我们首先按这里 然后我按向下这个箭盘的键盘 按I就设置入点 接着按N 接着再按左边箭盘 翻一针 再按O 这样就搞定了 又快又准 另外如果我们是要做编辑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斩一刀下去 那如果我用鼠标的 那我选择这些工具 按这里 这样斩一刀下去 如果是编辑的 选择这个选择工具 再来调入点 出点 那变成两头来选择 就有点耐了 但是如果我们用键盘的话 那譬如我们选择这些位置 我们按下Ctrl Shift 再按K 这样它就斩一刀下去 那我们就可以编辑了 这样 但问题就是 我们又要按Ctrl Shift 再按K 变成两手一起来按 就变成浪费时间 那我们可以自己设置 我自己的快捷键 按一下就搞定那种 那我们首先反回分 Ctrl Z 在这里我们自己设置的快捷键 就在这里打开 在这里我们有预设 这些预设的第一个就是 P-Meep Pro 新版的快捷键 如果你是懂得 CS6版本的快捷键 你可以用CS6的快捷键 在这个版本里用的 又或者如果你是懂得RV Media Composer 或者Final Couple 你可以用它们的快捷键 在P-Meep Pro 用的 譬如这个Media Composer 那些快捷键 你可以在P-Meep Pro 用的 又或者你用Final Couple 那些快捷键 在P-Meep Pro 当然你懂得这些 如果不懂得的 那你自己可以自己设置 当然是吧 那我就设置了我自己的快捷键 那我就给了个名字 就是寧巡围 那我们试试自己设置 那我们先返回物认 在这里 我们按这里 那我们通常用的快捷键 物认的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看 整条时间线的 那个反斜线的 这个物认的快捷键 这个叫缩放到序列 这个快捷键的 反斜线 那我就不要它 我就给这一点这个 第一个键在这里 这个我就可以散掉它 或者是保留都可以 没问题 一起用都可以的 那我就散掉它 那再来是缩放 这个缩放 这个缩正常就是减号 缩小 缩号 那我就给那个1字 那这个我散掉它 放大等号 放大 那我就给个2 那个等号我散掉它 再来就是那个 切一刀 在序列那里 它叫做添加编辑到所有轨道 这个 就是刚才说的Ctrl Shift K 那我就要3字 搞定一下 就不用三个键来按 这个我就不要 再来就是那个过渡那里 这个视频过度Ctrl D 那我就给个W 那Ctrl D 我就不要 这个音频过度 那我就Q 那这个不要 再来就是在 在播放 那个叫向左回放 向右回放的 那麦认那个就是J J的那个向左往回放的 那我就给个A 那J不要 向右往回放L 那L 在这里向右往回放 那我就给个S 那这个L我就不要了 那这些筷子我一会介绍一下 怎样用的 那再来 再来那个叫做 播放 年轻 播放 轮近区域 就是Shift K 那我就一个D 那我不要这个 那我不要这个 那 最来的 最来就是在那个 编辑这里 在编辑这里 那它那个 删除 那删除它 它本身就是那个Delete 那我就不要Delete 所以我就是那个X 删除 poquito 那删除 Mi 我就是说 我取消 那个频道 之后 再来首选项 叫做回放 回放我给P 之后还有一个叫做最大化 最大化或最光标下灰伏增 我给F 这样基本上这些就是我经常要用到的快捷键 全部基本上都在左边这里按一下就搞定 唯一一样就是P P我会用回放的 我设置了我常用的快捷键 这几个我就可以另外保存 保存成我的名字是My Keyboard 这样确定 我设置了我自己的快捷键 那我就可以按确定 那就可以看一看怎样用 首先我们可以放大缩势 放大缩势 放大就是那个2 之前就是等号 缩势就是那个1 之前是减 可以放大缩势 那就很方便 一只手在这里 就不用搬一只手过来这里按 那我可以放大缩势 那整个时间线来看 就按一按 这个就搞定的了 之前就是那个反斜线 这样放大缩势 整个时间线 那么方便 还有刚才说那个斩一刀下去 之前就是Ctrl Shift K 变了三个键 两只手来 那我就一个三字就搞定了 那我要在哪里斩一刀下去 那又在哪里按 按三字就搞定了 一个键 最后就是那个 叫 过度的 视频音频的过度 那个Q就是音频的过度 W就是视频的过度 随时按它都可以的 下一个QW 最下一个QW 这样上开QW 就很快 这样再来就是那个播放那里 比如我们向左向右 我们首先正常向右播放 就按一按S 那它就正常一个速度 向右播 如果我最按S 那它就两倍速度 向右播 再按S 就三倍速度向右播 那先停一停 如果我们需要向左的 那我们就按A 那就向到播 正常速度的到播 向左 最按A 两倍速度 回播 A再按一按 三倍速度 向后播 那就看下你的电脑的快慢 如果它播得顺不顺畅 再来就是那个 如果我们编辑的时候很多时候 譬如好像这里 那这里 那我看一下那些相片 那些字 名字 出得顺不顺畅 以及时间 但是是怎样的 那我可能在这里这样 播 播它来看一看 嗯 再播 那可能幻反 类类会会的来看来调的 那我们按向前 又播又停的 那我们有个快置键 就是那个D 这个叫做播放 轮近区 这个我设置了D 之前就是SIFT K 譬如这个我按那个D 那它就向前 变了两秒 向后播到三秒的 那这个时间长短 你可以自己去调的 在选项回放这里 譬如这个叫预件的 那我可以设置 回前一秒 过到两秒之后 那我可以这样计算 再按那个D 按过之前一秒 过来 之后两秒 这样可以重复 这个经常会用的 那再来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 还要放大缩细 譬如我这个窗口 我需要放大 这样按它 那它就全屏了 那我就可以看到 譬如它有很多那些视频 音频在这里 需要全屏来看的 这样就可以放大 再按一按F 它就缩回来 那鼠标放在哪个窗口 按F它就放大是哪个的 按一按F它就缩回来 那这个 刚才说的最大化 或最光标下 返回针这样 这样可以放大 譬如这个项目那些素材 需要看 需要管理 那你可以放大它 再来就是这里我们散除 譬如我们说我需要散除这个 之前就按Delete 手移过来 那我在这里按X就搞定了 那我散除这个按X 那就不用把手移过来 又移过来 那我散除哪个的 按一按X 另外还有这个 Z叫做波纹散除的 我按一按它 我需要散除哪个 按一按Z 它就会散除了 这样就不需要说刚才的 Shift delete 这样波纹散除 空位它都可以散除 这样 再来呢 那个P的快捷键 譬如我或者你 如果你有两个屏幕 在P Meepro 你想在这个屏幕 全屏播放你的视频 看画面质量 你可以按这里 这个回放这里 当然这个就是 刚才我设置的快捷键 按回放这里 在这里就选择你的屏幕 第二个屏幕的播放 我按一按这个 接着按确定 接着它就在这个 全屏播放 这样就全屏 全屏在这里播放 你可以看到它的质量 或者怎么样 你这里可以 縮到很小也可以 在上面 这里你可以很多 视频 音频 在这里做编辑 一个全屏播放 这样就很方便 如果你说需要开 需要关的 如果你是没有快捷键 你就每次走过来 就是这里来按 我设置了快捷键 我都很经常用 开和关 所以我按P 它就会出来 接着我取消它 接着它就取消了全屏 我就可以播放 或者随时我要开的 按P 再按它 接着就全屏了 所以你用快捷键 所以你用快捷键 就会方便 这样方便做 这几个 我就比较常用这几个快捷键 所以我全部设置在 左边这里按一下 除了P 记住这几个 只有一只手在这里按 这样就可以做 就会快很多 就不用你说 鼠标按这里按那里 直接键盘那里按 又不用按 组合 Ctrl Shift K 来斩一刀 直接按3 它就切一刀下去 那就方便 变成了编辑来说 快